按照公子昂的设想,他认为为国剩下的两座城池,自己肯定是执斗地执,他还预定五日之内一定要破城,谁知他堂堂大艺五万铁军,连续攻了八日,人家为国这两座城池,依然是稳如泰山。 这下公子昂真的觉得很没面子,要那帮暴将全部立了军令狀,三日之内,如果再不攻破城市,就人人自敏借罪,同时他还亲自上阵雷响战鼓,赶魏兵攻城。 这下,魏国的士兵真的拼了老命,但是,他们在平阳城,屠城的血行,早就激起了为国所有老百姓,和士兵的敌害之心。 人人都觉得,与其到时候任人宰割,还不如,大家都盼力守城,拼得一个就算一个。 在帝与的城池之上,维敬弓全身披挂,守执长剑,冒着战雨,愿成长巡逻。 他身后跟着四名力士,抬着口棺材,他走到边,棺材就跟到边,显示自己必死的抵抗之心。 守城的将士和百姓,见到自己的国军,都想着随时就意,人人都流了眼泪,就更加奋勇杀敌。 没有人会有一丝僥倖的心理,也都没有人再后退一步。 这一战,又朝早打到黄昏,魏人终于退兵。 这头魏军一退兵,那头默示行者已经赶到,城中得了消息之后,马上偷偷地就垂下几条长绳,接引了他们入城。 默家弟子,一向都善于守御城墙,而明文国国。 这帮人一来到,魏敬公和孙姬他们就好像食嘴剂定心卷一样。 即时,当晚的默示行者就连夜指挥军民,做出了几样守城的器械, 又好像有一部守城的兵车。 这部兵车的前边和上面都装着长矛、离刃, 后面就连接在一个旋转的书楼身上, 那些默家弟子在车后面,一转转转的转盘, 前面的兵器就马上移起上来, 有些是不断转动,有些是不断前撕, 平常人是你迷上之埋伸,碰下都死。 这些兵车专门放在城门后边, 如果魏兵用雷木来撞城门, 那这些人就打开城门,引他进来, 当那些魏兵一进来, 几部兵车即刻推上去, 那些转盘一转, 总之你们黏着就死, 碰着就忙, 当堂就可以阻止那些魏兵的进攻, 然后又将城门关起来, 那这些魏军可以说也毫无办法了。 韦国的士兵见到演示之后, 大家都非常兴奋, 于是人人都将精力集中在城墙上边, 默氏行者专门做了另外的几样器械, 协助在城头的防守, 那这一来呢, 那些魏兵就苦了, 公子昂自己定了三日限期过了, 帝丘成呢, 他是依然劳不可破, 到了那天艾满, 公子昂没了办法, 只要喝令明金收兵, 整班人都像斗败了个公鸡那样, 一个个黑了一块面, 摔低头, 走行入中军帐, 排在公子昂面前, 大家都说, 没将无能, 任凭上将军处置, 正所谓法不责众, 虽然公子昂逼大家写出了军令状, 但是, 难道真的要将他们全部斩头吗, 但是不杀头, 骂回一餐, 那就必然的了, 所以公子昂就厉害整班人, 敲着张台说, 你看看你们这班人, 看看你们这班人, 一个一个像什么样, 有谁像我们大艺的将军啊, 正在骂人的时候, 探马就飞出来品告, 不, 啟品尚将军, 赵国, 韩国, 齐国, 三国援兵, 已经开到了维国边境, 正是向帝丘城进发, 纵将听到大家都吃得惊, 不约而同地望实公子昂, 公子昂听到这句话不单止不吃惊, 反而吓吓大笑, 纵将一时之间大家都莫名其妙, 公子昂笑完之后就说, 大家当然奇怪我为什么听到惠国有援军还要笑, 你们知不知啊, 君父之所以派出我们五万人马来土佛为国, 无非就是想杀鸡景侯, 最好就是那些不听话的猫猫自己也跳出来, 那顺便就将这几只猫猫都杀了它了嘛, 今天看来这群猫猫真是坐不住一个个跟着跳出来, 要跟我们大艺作对, 中将听令, 明天开始暂停攻城退兵十里, 等陛下援军一到, 我们就将这群猫猫一个个全部吃干净它, 那群大艺武将一听, 啊, 不用功成啊, 嘿嘿, 人人都出了一场气啊, 没将遵命, 等这部下一散, 公子昂就立刻写到一条奏章, 派人六百里加急, 非暴魏国的朝廷了, 这个时候在安邑城中, 自从白上国故去之后, 门人公孙显就搬出了上国府, 回到自己家里住, 公孙显的家里是安邑城的东面, 是他祖父留下的产业, 由于他父母早就过身, 而公孙显自己也算是单身寡老, 所以家里显得有点冷清, 这一招, 公孙显刚刚收拾行装, 忽然间, 一架马车在他家里门口停下, 大司徒诸威走下车, 因为大家都很熟, 所以他一直就走入里面, 见到公孙显正在执拾着包袱, 又在自己那匹马身上放置马安, 似乎不知道要去哪里, 公孙显兄弟, 你, 哦, 是朱兄啊, 真是巧了, 公孙显说, 我正想去你府上跟你说一声, 谁知, 你驱然来了天, 朱兄说, 我刚刚接到消息, 说齐国, 韩国, 赵国, 三国都已经出兵, 要研究卫国了, 我早就猜到了, 所以, 我才在那里收拾行装, 啊, 朱兄觉得奇怪, 你, 你, 你执拾行装, 去哪里呢? 我要去河西, 朱卫听都觉得更加奇怪, 公孙显兄弟, 现在仗在卫国那里打着, 你为什么要去河西呢? 公孙显说, 我猜到卫国没事的了, 但是, 最严重的事情, 就是在河西, 你这么说又怎么解? 公子昂平阳屠城这件事, 现在各国都知道, 他这个蠢才敢做法, 不单止, 不会吓惊到卫国人, 还反而会使到卫人上下, 大得一起起了敌丐之心, 而且, 还会令到天下人, 大得会同情卫国, 我听说卫敬功, 已经向全国发出召令, 人在成在, 而卫国的老百姓, 也都知道, 自己必定毫无退路, 只要城池一破, 就会惨遭魏国士兵的屠杀, 他们必定是盼死坚守, 靠公子昂的敌堆本事, 就算其他国家不出兵, 他起码都要打翻半年, 才可能在人家城中已经毫无量草的情形之下, 慢慢空破城池, 那你说的都是卫国战士, 跟河西有什么关系? 列国出兵援救卫国, 早就在我断定之中, 不单止我估到, 军上他也估到, 而最可怕的是, 不单止军上会估到, 而秦国人也估到, 他们等的, 就是现在这个机会, 你, 什么话, 你说, 你说秦国人在等着, 这个正是之前白相博担心的, 朱兄, 你仔细想想, 那个公孙央是什么人, 秦孝公是什么人, 以他们变化十年增长的国力, 就算当日, 我们魏国出兵, 谈全国之力, 和秦国一战, 绿水射手都很难预料, 但是这一仗都还没打, 他们居然马上认输求和, 还低三下四, 去讨好公子昂的草包, 还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, 你说, 这样是落了几大的赌注呀, 他们拨什么, 不是就为了河西的土地吗, 可惜, 可惜的是, 我们军上对眼, 被人蒙蔽了, 原来是这样啊, 秦人, 照你这么说, 秦人知水认输求和, 为的就是等今天, 等我们魏国, 倾全国之力, 去和其他国家对抗的时候, 他们就成虚, 要去夺取回河西土地, 如果不是这样, 你说, 他们为什么要屈室求和啊, 朱威只觉得整身冷汗都飙了, 那我马上去面咒军上, 向他痛陈利害, 公孙宣显苦涉一声, 军上如果肯听, 又怎会有今时今日的局面啊, 那, 那怎么办呢, 没办法, 所以在下才要赶去河西, 尽量去准尽人事, 我本来想去找你, 是有件事, 想托付于你, 什么事呢, 白相国临终的时候, 最放不下的是两件事, 一件是河西, 第二件是白少爷, 河西是国士, 白少爷是家士, 白相国, 将国士托付给龙将军, 将家士托付给我, 我担心的是, 龙将军虽然是能征贯战之将, 但是要跟公孙宴这样的对手过招, 恐怕不会占到上风, 再下去, 就是希望能够帮到龙将军一个忙, 我一走, 那白少爷就只有托付给朱兄你了, 朱卫点了点头, 公孙兄弟你放心, 白公子的事你儘管交给我吧, 但是, 公孙显皱着眉头说, 白少爷一向游泥浪荡, 不如, 不如让他做点事吧, 这样啊, 朱卫想一想就说, 如果这样的, 你觉得, 叫他做凌辱看守那样怎样呢, 哎呀, 只要看得住他这样就好,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, 公孙显就急着要起行了, 朱卫就将他一路上到城门之外, 这样才驱车回到司徒府, 想起公孙显交托的事, 朱卫就始终都放心不下, 就派人去上府那里请了白公子来, 他笑着问白公子说, 你想不想出来做回一件事啊, 如果不是, 就这样坐食山崩, 都不是老的咯, 自从白上国破誓之后, 老总管就按照上国的遗诅, 将他们上国府中的金库盘点过, 只是留回三百定金给白府, 其他所有的家财, 就全部交续给龙甲, 运去河西, 自己父亲的突然过世, 使得白府深受触动, 再加上老总管苦口婆心的劝说, 自己妻子哭哭啼啼, 唉, 使得白府还真是发了伦势, 说要戒了铺赌人, 已经十几日没去到袁亨楼了, 现在听到朱卫这样问, 白府都心动, 多谢大司徒关照, 但是, 你都知道了, 我一向被人服事惯, 不知道自己做得什么, 只要公子愿意去做, 又怎么会说学不懂做事呢, 那我们刑狱那边还差点人手, 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, 不如在那里做起先, 那白府以为大司徒既然给自己做事了, 那怎么都会安个官给自己做下吧, 于是一口答应了, 朱卫将他带到来盈狱之中, 将负责管理这座监狱的盈狱官喊出来, 这位是白公子, 以前他从来都没看得进眼, 现在, 当然面对着这些人, 也带着几分的傲气, 白府见过私刑官, 请问私刑大人, 你觉得本公子适合做什么差事呢, 朱卫见到白府这样的态度, 他不敢皱纱眉头, 这个公子哥儿, 如果中着他, 恐怕他只会越来越搞出事, 这个时候, 见到私刑官, 就向他投来精湘的目光, 显然私刑官, 自己都不敢抓主意, 于是他大声说, 你必须怕呢, 你这里最缺少的不是肉卒吗, 跟白少爷, 拿一套肉卒的衣服过来, 那私刑官听到, 当堂觉得很奇怪, 哈,哈, 司徒大人, 你说, 要白少爷做着肉卒先, 难道你聋的吗, 听不到我说话, 不是,不是, 我立刻拿, 立刻拿, 那私刑官就立刻走进去, 好快, 就拿了一套用粗布缝制的肉卒衣服, 放在白府面前, 白少爷, 你穿着先吧, 从小到大, 这个上国公子, 何时穿过那些粗布衣服啊, 他面色一沉, 将他肉卒服, 砰, 砰在地上, 这些这样的衣服, 都配给本公子穿, 朱威看到, 他不出声, 脱了自己的外衣, 将白府丢在地下, 那套肉卒的粗布衣服, 扎起上来, 自己穿上身, 跟着很严厉地对他私刑官说, 你去为白公子, 拿多一套, 私刑官是何时见过朱威发这么大火啊, 吓得即刻入去, 又拿多一套出来, 放在白府面前, 朱威好威嚴地望着白府啊, 白公子, 请你穿上去, 白府啊, 没了办法, 只要慢慢地将自己身上那些零螺绸段脱了下来, 然后先将那件肉卒服穿在自己身上, 朱威又说, 私刑大人, 那你现在为我们派差事了, 啊, 啊, 下官, 什么下官啊, 现在我和白公子都是肉卒, 你是长官, 啊, 啊, 是, 是, 那请两位跟在, 啊, 不是, 两位, 跟, 跟本官, 寻事囚室, 于是私刑官带着朱威白府, 穿过几个牢房, 检查了一下, 那才回到大堂, 朱威就对私刑官说, 由今天起, 这位白少爷就在你手下当差, 如果白少爷做得好, 你也都会一同受伤, 如果白少爷做了什么差错, 你就一起收伏, 是, 下官, 遵命, 对朱威 ו暖, 嗯